完全睡不着了 这些季节要分好啊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少夫人 丽佩南 这是买了个商场回来吗 少夫人 您说笑了 这些都是总裁送您的礼物 什么 这些都只是一部分衣服 还有包包 首饰 鞋子 还都在路上的 单单只是衣服就已经无从下缴了 那要是把其他东西都运回来 这房子还能住人吗 丽佩南呢 总裁现在应该在厨房 好 这味道怎么不对呢 那瓶牛奶是有什么异常吗 不对 现在该关注的可不是牛奶 外面那些衣服都是你让人送过来的 怎么了 不喜欢吗 不是不喜欢 东西太多了 家里都放不下了 而且听宋琪说还有一批东西在路上 毕竟丽佩南也是好心送我礼物 总不能说得太过绝情 所以我们退了吧 那我让宋琪把隔壁的别墅也买下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叫我